春日乡农民林春花在芒果园忙进忙出 金一甲的农地 平日只靠他与先生投入农作 无暇顾及产品行销 他说如果成立乡内的产销中心 他可以更专心在田园工作 不必烦恼行销问题 对我们很好的帮助 我们才有地方可以送 我们就不用直接到外面送浪费时间 我们就直接交给那个中心 我们就可以做我们自己的工作 春日乡长柯自强表示 春日乡108年获得原民会产业 创新发展企划2500万的补助经费 预计以109年春日春日乡产销合作社 以芒果 山芋 咖啡及有机蔬菜 四大产业为主轴 期盼透过产销中心的运作 让更多人品尝春日乡的农作好物 我们春日乡春日好品的产销中心 加工厂还有行销据点 也在今年年底前 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到位 那我们产销中心成立以后呢 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透过一个这样的合作社 把我们春日乡的四大产业呢 来做行销 来做包装 另外也可以做其他的农特产品 来包装然后行销到我们整个的全国各地 不但成立产销合作社 香公所还积极建构网络平台 希望透过无远佛界的网络拓展行销管道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着重我们春日乡的数位经济 也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产业观光文化导览的部分 全部用数位的数位的经济的方式来呈现 现在目前都在测试 我们希望这样的我们的数位经济能够在八月份 能够正式上线 让我们整个春日乡在原经济的部分 透过一化 透过网络化 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平台 让我们的春日乡的 不管是农特产品也好 观光产业也好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很便敏的一个系统 来行销到我们全台湾 柯子强表示 春日乡拥有丰富的文化资产 极壮丽的自然景观 期盼透过产销合作社的成立 让造访的游客不但能玩的尽兴 还能带回春日乡的特产 提升春日乡观光与产业的经济价值 屏东新闻 实行挺阳正义 采访报道